今天读经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九节 经文会在萤幕打出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 这样弟兄们既然我们直着耶稣的血 不以坦然无据地进入至圣所 就是直着他给我们开的路 这条路又生又活 穿过了万丈 这万丈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伟大的祭司 管理神的家 那么我们就要怀着真诚的心 用坚定的信心走近前来 这时我们的心已被清杀 除掉了邪恶的意念 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 我们要持守所 宣认的盼望 坚定不移 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事 顺实的 我们要彼此关顾 好激发大家伤爱 行善 不要放弃聚会 在某些人所习惯的那样 反要彼此劝勉 既然见到那日子临近 就更要这样了 因为我们领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 如果还故意犯罪 就不再有赎罪的祭物了 只有黄孔地等待审判和那章 要吞灭众仇的的烈火 28节 人背弃了摩西的律法 行着两三个见证人 尝且要处死 不得怜悯 何况人踐踏神的乙子 把那使人成性之弱的血 当作逼结症的 侮辱次人恩典的圣灵 你们认为 这人不应该受到 更严重的惩罚我 因为牧师说我们正道的题目是 同行天路直到永生 今天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我们差不多有一个小的总结了 下一个主日 我们就会去到十一章 去到这里 我们就结束希伯来书的学习 我们请大家再一起祈祷 让圣灵教导我们明白真理 按着真理而生活 主日多谢你 在你的恩典里面 我们被天父呼召 成为他的儿女 成为主你的门徒 多谢你一个这么宝贵的福气 我们作为你的儿女 有时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多少的福气 但是有时我们又变了一种的不冷不宜的态度 靠上你怜悯 我们今天要虚心学习 让圣灵光照 祈祷奉耶稣的命 阿们 我们时时都见到有很多的朋友 弟兄姊妹 来到雪梨 去旅游 来到探亲 有时来探你们 不知道大家 如果是有这些的亲友 来到雪梨探你的时候 如果他们想去观光一下 你会带他们去什么地方呢 或者今天都见到有几位的弟兄姊妹 又在加拿大来的 又在美国来的 来到这里旅行的时候 不知道你已经去了什么地方观光 或者你预备去什么地方去观光 这里都有几位弟兄姊妹 刚才在门口那里见到他们 又在加拿大美国来 通常我们当然一定要带他们去看看 我们的这么出名的雪梨海港 雪梨大桥 雪梨歌剧院 有时想看看沙滩海滩 就会去邦大 去曼尼 都是去这些地方的 我在坎培拉住了六年 都时时都有人 由雪梨来探我们 由香港来探我们 每次我们都想想 跟他们去什么地方观光 有一个地方时时都会去的 就只是坎培拉才有的 所以我住了六年 都起码去了十二次的了 因为逢出有人来就去那里 那个地方就是战争纪念馆 有一些人很喜欢看的 用半日时间都看不完 有些人进去十分钟就走完 因为那些战争的东西好像没什么好看 有一样东西就是 你没进去那个纪念馆里面已经看到的 就是有这个雕像就在门口那里 在你们的大家左手边 这个就是那个雕像 这个雕像叫约翰深信和他的奴仔 John Simpson and his donkey 这个雕像是非常非常之出名 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因为右手边那张照片就是那个真人和那个真奴来的 有几多人去过坎培拉看过这个像 好像只有几个 你们不是去坎培拉的吗 是首都来的 有很多人在外国来就经常问我们 雪梨是不是首都啊 很可惜又不是 那麦尔伯是不是首都 很可惜又不是 整个坎培拉出来 因为当时 麦尔伯和雪梨 两个都想搶做大 两个都说我要做首都 通常小孩搶东西玩 妈妈就说两个都没得玩 于是政府就决定 就在麦尔伯和雪梨 中间就在一条很小的村里面 就去发展了个首都出来 那条村本来只有牛和羊 没有什么人 现在变成了我们的首都 这个像要摆在那里 因为 这个叫做约翰深信这个人 他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大家知道很出名的 Gallipoli 在土耳其的地方 当时那些澳洲兵就去登陆 怎知不知道哪个搞错了 本来应该是在这个摊登陆 怎知道他去了隔离那个摊 于是他们本来所有之前预备的军事行动 全部都没了 于是一上岸就被土耳其兵 那些机关枪掃到 咋都没得正式 大家每一年4月25号 就是纪念这个NZ Day 这个澳纽军团日 就是纪念在那里死了 很多很多的澳洲兵 但是这个约翰深信 他就是当时 就是在4月26号 1915年 他就登陆在那里 他其实是一个救伤兵来的 他在那里救了300个人 这些伤兵 他就去到登陆的时候 他就看到有一只奴子 为什么站在旁边那里没有东西做 好 我给他一些东西做 于是就把那些伤兵 就抬上去 站在那只奴子上面 他就救了300个伤兵 去到安全的地方 你猜他用了多少日的时间 才救到这300个伤兵 300个人 他是在24日里面 救了300个人 为什么24日呢 因为他在4月26号登陆 开始去救人 直到5月19号 他就死了 我都说那些机关枪 掃到我们的澳洲兵 真是渣都没得正 这个故事 是他的同袍 是他的上级 每个人都知道的事 所以后来做了这个仗 放在战争纪念馆的门口 未去看过的 大家都要去看一下 看一下不只是憑掉 一个很漂亮的仗 其实这个仗不漂亮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那里打仗 那些情况是非常之差的 但是这个仗 就象征了澳洲军人 那种的勇敢 他们的忠诚 他们对他们的同袍 那种的外护 所以这个仗 那么出名 所以这个约翰深信 那么出名 我看到这个仗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们的信仰 想起我们的救主耶稣 因为这个兵 他在枪林弹雨的时候 他竟然敢为人而流血 为人而牺牲自己的性命 去拯救人的生命 我们的主耶稣 亦都是牺牲自己 流血 拯救我们的灵魂 以致我们得到生命 我们当中也有 很多的弟兄姊妹 他们都不辞劳苦 他们摆上自己的时间 精神 自己的心血 到处去报道 看到身边的人 他们未信主的 跟他们分享福音 有一些他们不认识的 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位Wilson弟兄 我们不认识他的 不过他是Michelle的姐夫 他有病 我们去跟他传福音 刚才说过了新的David 我们不认识他的 不过他在医院 我们有位的姊妹 是做护士 认识到他 就叫弟兄姊妹 跟他传福音 无论如何 好像保罗一样 我们总要拯救一些人 但在希伯来书里面 其实主旨 不只是说这些 希伯来书的主旨 不是说给一些 未信主的人听话 你们要信耶稣 甚至不是说给基督徒听话 你们要去传福音 这个希伯来书 是写给一些 已经信了的 你和我 我们这班的基督徒 我们这班主里面的弟兄姊妹 希伯来书写成的目的 是要鼓励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和希伯来书 当时那个时代 都很相似的 就是很容易有人 会失去信心 很容易有人 会失去信仰 在我们周围的环境 里面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试探 是会令到我们 离开了我们的救主耶稣 所以希伯来书的信息 对我们今天来说 亦都是一个非常之贴切 非常之重要的信息 刚才读的十章 第十九节那里开始 就讲了给我们听 这位作者 他说 我们既然已经是领受了 神给我们 那么多的属灵的福气 第十九节这样讲 借让弟兄们 既然我们借着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 既然 即是说 已经有些事情发生了 而有些事情我们已经得了 有三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福气 我们已经领受了 这三个福气是什么呢 第一个 主给我们的福气就是 因为耶稣的血 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 这个是主给我们的莫大的属灵的福气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血 以至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 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至圣所 这一首的诗歌 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非常非常之的配合 既然我们已经可以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 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 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 不过有时我们不知道原来自己进入了 原来我已经进入了 不是的 我都是在这个教堂的地方 怎样进入了神的至圣所 是什么来的呢 当然这个至圣所 那个设计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那种进入至圣所 那种的宝贵 那种的荣耀 那种的福气 以前我们也有说过 这些会幕和圣殿的设计 大家的右手边在东边进来的时候 就是那个的会幕 那个的门口在那里进来 一进去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就叫做外院 那个外院就有这个祭坛 和这个盘 那里的地方就是用来献祭的 将那些动物献祭来负罪 那些祭司进去外院这个地方 就会在那个盘那里去洁净 去洗手洗脚 以至象征他带着圣洁 那样来面见我们的神 在外院再直入 就进去这个叫圣所的地方 当时的以色列人可以 进去外院和圣所 但是那些外邦人 他们甚至不可以进去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得到几大的福气 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本来不是神的选民 但是神现在拣选了我们 我们成为了祂的选民 我们成为了祂的选民 我们成为了祂的儿女 所以我们不单止可以在外院 我们还可以进去圣所的里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很重要的一个福气 所以我们要很记得很珍惜 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 入到这个圣所里面 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叫做陈切饼 又看到有一个灯台 还有一个烧香的祭坛 这些都是象征我们和神可以去亲近 象征我们可以真的去到神的面前 向祂献祭 向祂祈祷 向祂感恩 都是在那个地方 然后最左手边 有一个叫做智圣所的地方 这个地方 不是任何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去的 是那个大祭司 每年只可以进一次 而且那个大祭司 不是每年都同样一个人 每年都是不同的人 每年一次有一个大祭司进去 入到这个智圣所之前 大家看到有一道蓝色打直的 那个就是那个曼子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 刚才读的经文都讲到这个曼子 就是一个好像是 一个的 那些curtain 一个的 一条的布 在圣经告诉我们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时候 这个曼子 由上而下 在中间那里 抹开了 抹开了的时候 就象征主耶稣为我们破碎 为我们而死 因此 我们的罪被祂赎回 我们的生命被祂赎回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主耶稣的血 经过这个曼子 直到这个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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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以色列人的罪 这样 他们就得到神的赦免和接纳 但是想想到今天 到我和你 在这个新曼的时代 我和你 在这个主耶稣已经来了 如果为我们赎罪的这个时代 我们每一个人 在赎灵的上面 象征的上面 都可以穿过这个曼子 透过主耶稣 因爲耶稣的血 直接去到这个曼子 象征神所住的地方 象征神在那里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 都任何时间 都可以直接的和我们的神 是有直接的相交 不用等每年一次 不用等另外一个叫做大祭司的人 来代表我 对很多已经信了比较久的基督徒 弟兄姊妹 可能这一件事对你来说 不是一个新的知识 这幅图你可能看过很多次 关于智圣所若为的教导 可能你看过很多次 但是今天想大家 真是去领会这件事 我们得到的一个属灵的福气 是一个多么大的福气 尤其是当你比较一下 历世历代的犹太人 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 他们都没有这个福气 都没有这个特点 是因为你和我 信了耶稣 所以信耶稣 真是可圈可点 信耶稣 不只是说耶稣 你来赦免了我的罪 我多谢你了 我现在是基督徒了 信了耶稣的意思就是 我们相信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时候 这个万子列开 我们就透过耶稣 进入至圣所 大家记不记得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甚至那里说什么 甚至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万子 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 这条路又生又活 第二十节那里说 穿过了万丈 这万丈就是他的身体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透过耶稣 我们是因为耶稣 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流血 因为耶稣为你为我 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我们信耶稣 是记得包括了这些 那么重要的真理 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耶稣 是因为只有耶稣 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而他就替你做了 他就拣选你 成为他的门徒 成为天父的义女 所以我们比对 比对之下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 新约的恩典时代的基督徒 我们因为耶稣这个的牺牲 他成为这个的献祭 这个祭是一个完美的 十全十美的 一次过就已经永远有效的 这个祭 所以我们信耶稣 是相信这一件事 是永远远远有效的 这个祭 而且呢 在二十节那里说 直着他给我们开的路 这条路又生又活 又生又活 是一条很奇妙的路 是一条又生又活的路 什么叫做新 因为新约 恩典时代和旧约时代 对比 于是叫做新 当然都是因为这样而新 但这个新字 本来在圣经那个语文里面 那个意思呢 不单止是一样新的东西 我路所说的意思 那个新呢 实际是说 是刚刚 杀了那只羔羊 是刚刚发生的事 那些血是刚刚流出来 来到成为一个帝物 所以这个刚刚发生的事 即是说 还是非常之新鲜 甚至那些血还很新鲜 这个新鲜的形象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即是说 这个流血 限制的果效 是永远都是新鲜的 是不会变成了旧的 是应该不会变成了 好像很久之前的事 人家问你 十年前的今天 你做过些什么 有时有些警察 就是来问你口供 问你 不要说十年前 十日之前 你做过些什么 有时我都不记得 你都不记得 但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流的血 耶稣基督 祂那个负罪的果效 是每一天都好像新的一样 是每一天都有效的 这么奇妙 在我上次放假的时候 去另外一个教会崇拜 在那里有一个传道人 他说出自己一个体会 他就说 他信了主一段很长的时间 他都常常觉得 我犯了罪 我就整天都要不断不断去 去忏悔 去悔改 求神去赦免 同一个以前犯过的罪 我三个月前 已经是为这件事灰改 但是心里面 总是觉得 我还是犯过这些罪 于是 在那次灰改之后 一个星期后 他又为同样的罪 再次去认罪灰改 再之后一个星期 他又继续去为同一个罪 去认罪灰改 本来认罪灰改 当然是需要的 是一定要的事 一定不会错的 认罪灰改 不是错事来的 是好事来的 是对的事来的 不过有一件事 不对的就是 你本来 已经为那一件的罪 背改认罪之后 你是不应该 再为同一件的罪 再次悔改 你改一定要 改就不好 不好 好像有些人跟我说 牧师我呢 勇于认错 不过懒于改过 有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是这样 是吧 我知道 因为我也是这样 但起码呢 就算你没改到也好 你不需要为同一个罪 再次去忏悔 再次去悔改 改要 即是 这些中文字很难教 改要 不过不需要再认同样的罪 因为主耶稣已经一次过 你向他认了一次罪 他就一次过 一不勾消 这四个字 很多年前有个人事节目 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很深刻的印象 你就要 事事都要记住 一不勾消 好像诗篇里面 诗人形容 我们的罪 是离开我们有多远 好像东离西有多远 好像天离地有多高 永永远远不见了 因为在耶稣基督的血 遮盖了你的罪 是一次过 永远远 永远 神都不记得了 不过有时 你的记性好过神 觉不觉 你的记性好过神 神已冰 一不勾消 你的罪认了 你忏悔了 你要改了 神就一不勾消 不记得了 不过你记得 那记得 才懂得改 是好处来的 但你还记住 那个罪 我还要忏悔 我还要忏悔 这样是不对的 圣经说这样是不对的 如果你继续不断的 为同一个罪 再次去忏悔的话 即是说 耶稣说那次 你说赦免我 好像未行 好像未百分百 赦免了 好像九十九点九 好像还差少少 你是不是这样 跟神说 主啊你说一次过 你已经赦免我的罪 你是不是真的 are you serious 你是不是真的 你是不是行的 你是不是行的 你知不知道 你和耶稣这样说 耶稣你好似不是很行的 好像只有九十九点九 但跌跌 我们千万不要犯这个错 我们要抓紧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 他是忘记了就忘记 他是赦免就赦免 他是遮盖了就遮盖了 这一条又生又活的路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可能大家都会记得 在第四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来的 后来他信了主 他的著作呢 到现在我们还要读 他就说了四句很有意思的说话 他说 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的最太初时候 人是有犯罪的可能性 所以亚当夏娃真的有犯罪的可能性 他们真的犯了罪 第二句说话 他就说在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 人就没可能不犯罪 都是他两个坏 我们经常都赖他们 他犯了罪又累了我们 于是我们 都有这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 就是因为这个罪性 所以奥古斯丁就形容我们的情况 就是不可能不犯罪 没办法脱离那个罪 去拆弹那个网罗 他那个控制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的罪性 那死定了 想不犯罪都不行 就好像保罗所说 行出来是由不得我的 我想做的就不做 不应该做的就每天都去做 对不对 你也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那没有盼望了 怎么办呢 感谢主有耶稣 所以要信耶稣 耶稣来了之后 我们的情况改变了 我们变成了 有可能不犯罪 因为耶稣的缘故 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 已经属于我们的生命 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我们有能力去抵抗罪 因为耶稣基督他虽然被试探 但是他从来没有犯罪 我们都有这个可能性 在主耶稣的里面 透过主耶稣 藉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都有可能不犯罪 哇 感谢主 感谢主 当然了 我们都知道有可能 这个未必做到 我们都知道 仍然有些东西我们 还在学着 我们还在继续着 愿神继续帮助我们 去改变去更新 那有没有盼望呢 有可能 有可能 不犯罪 直到我们 看到最终的盼望 当主耶稣再第二次回来了 当我们在新天新地 在神的国的永恒的里面 报告司征说 我们呢 不可能犯罪了 不可能犯罪 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改变 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 因为我们已经在 神的国的永恒的里面 我们和主 是永永远远远的 连成一个生命 我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有主的生命 不过呢 有时我们有走老的 到时 在新天新地的里面 我们是 同神 永永远远远的 成为 一个生命 于是 于是 我们是 没有可能犯罪 哇 有些人这样想 哇 第二天没有得犯罪 现在呢 快点犯了它先 没有理由 这样想的 是不是 没有人会这样想的 应该你不会这样想的 但现在 起码你都是 有可能不犯 透过耶稣基督 那个万子裂开耶稣基督的生命破碎 他流出他的血 买熟我们 他的血 遮盖了我们 弟兄姊妹啊 我们要 永永远远 记住这个 那么重要的真理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大祭司 他都有受试探 不过从来没有犯 最后呢 就是 有了这个既然 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三个莫大的熟灵的祝福的时候 这位作者继续 就去到十章的二十二节 在二十二节的时候 他就接着下去了 既然我们有了这些这样的熟灵的恩典福气 和力量的时候 二十二节就说 那么我们就要 怀着真诚的信心 真诚的心 用坚定的信心 走近前来 来到亲近身 这是第一个要 第二十三节第二个要 我们要持守所宣认的盼望 坚定不移 二十四节有第三个要 我们要彼此关顾好激发大家相爱行善 激发爱心勉勵行善 就是和合本的版本 刚才读的是新汉语 然后第二十五节就有一个 不要放弃罪会像某些人所习惯的牙羊 反要彼此劝勉 既然见到那日子临近就更要这样 然后第二十六节 之后一路去到二十九节 这位作者就提醒我们 我们既然有了这些祝福 我们就要这样做 不要放弃我们的信仰 跟着下去二十六节 他就说 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 后果很严重 后果严重到怎么样 他用这样的词句来形容 在二十九节那里 他说 这些人浅踏踏神的乙子 把那使人成性的药的血 当作不洁净 有侮辱次人恩典的圣灵 他用了这三个的方式 来形容那些离弃真道离弃信仰的人 是浅踏神的乙子 希华尔书另外一道就说 我们将耶稣重钉十字架 你想想 多恐怖 你竟然踏踏神的乙子 你竟然将耶稣重钉十字架 你竟然当这个 立弱的血 是当作他是不洁净 你竟然是侮辱圣灵 所以弟兄姐妹 这里这么紧张 这么紧要 叫我们要持守 我们所信的要坚定不移 因为这个作者 和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不想见到有任何人 放弃信仰的时候 竟然是去踐踏神的乙子 有一次有一个爸爸 他苦口婆心地圈自己的儿子 你不要这么放荡不羁 你不要这样花天走地 有一天他儿子不听他说 我现在出街了 这个爸爸就站在一个门口 挡住他 我不准你出去 我不准你再过一些这样的 胡天胡地的生活 你这个儿子不听他说 这个爸爸说 如果你要出去的话 英文他们所谓 over my dead body 你杀了我 你推下我 你推下我 那这个儿子 你猜他怎样 他真的推下我爸爸 推了他跌在地上 然后呢 揽过他走出门口 如果我们不听圣灵的说话 好像这个儿子一样 比这个儿子差 因为我们是踐踏神的儿子 求神帮助我们 希伯来书其实呢 除了这一段之外 之前还有另外三个很严重的警告 告诉我们 不要放弃我们的真理 所以呢 我们很熟悉的那句 就是不可停止聚会 要彼此关顾激发外 心勉勵行事 那些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来教会崇拜 我们要教会有团契 有茶经 在这些聚会里面 是彼此的关怀 彼此的代讨 以至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是不会失脚 不会失去他们的信仰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 如果你认识有一些弟兄姊妹 她们又不去崇拜 又不去团契 或者她只是去崇拜 不去团契 或者她只是去团契 不去崇拜 或者她只是去茶经班 不去崇拜 或者她只是去茶经班 或者她只是去茶经班 不去团契 任何的combination都好 鼓励弟兄姊妹 你有这个责任 鼓励你身边的弟兄姊妹 这些全部都是为了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为了我们的信心兼顾 崇拜 读圣经 彼此相顾激发爱心 都是要做的事 可能不是在三个不同的聚会里面做 不过呢 总之要有这样的function 这些是combination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我们多谢你 主要我们多谢你这么宝贵的圣经的话语 多谢你给我们有主耶稣 基督宝贵的血 有圣灵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提醒我们 主要我们亦都这样求你 在我们人生的路 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 有时我们会误解圣经的意思 有时我们会失脚 有时我们会面对试探不能胜过 求主你联敏求生灵 是提醒我们 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个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 主要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你会保守我们 你不会失去一个 但是如果我们是立意 要离开的时候 主要我们就求你这样联敏帮助 亦都给我们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 有时因为各种的原因 他们没有来参加聚会 没有和弟兄姊妹一起去学习圣经 没有来到敬拜你 没有来到亲近你的时候 主要帮助我们去提醒这些弟兄姊妹 我们又纪念身边这些弟兄姊妹 愿主你将他们带回你自己的教会 让我们一同成长 求神你这样帮助 求神你这样施恩 我们祈求祷告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就要再唱这首诗歌 一首非常非常之宝贵的诗歌 至圣所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预备我们今天有圣餐的时候 进入知圣所尋找神你的同代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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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首诗歌 实列 向祢勇与你 自身所虑 我是你 凭车为你所爱 感激指下圣灵 将恩主你的爱 封封厚厚的孝贯双座 安堂你坐脚前 看伤入你恩惠 助我 随时力量 从心底 听出真爱 向你拥留 从心底 拥出真爱 向我听到 从心底 听出真爱 向你拥留 在你 自身所虑 我是你 凭车被你所爱 各位清楚 主耶稣设立圣餐 给我们亲身去体会 祂对我们的爱和牺牲 当我们领受这个饼的时候 就是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 祂的身体破碎 抹开 为我们的缘故 祂永远全全的摆上自己 我们要反省 我们有没有体会 这个真理 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回应这个爱 接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 我们都是远远全全的摆上 为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是远远全全的 紧紧的跟从祂 靠着祂 抵着祂 抵着祂 一种不可分离的恩近相夹 愿你今天领受这个饼和杯的事